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针对超跑嘉年华活动召开的效益说明记者会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邀请基隆长荣桂冠酒店业务部副理崔清华 交通处的科长曾令伟 交通队长张玉丽 说明活动效益的几项数据 这个超跑嘉年华的部分 邀请了很多的车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也成功的吸引到很多民众来一起来参加 那这两天也突破了3.5万人次来进行参与 除此之外也有非常众多的媒体朋友 来帮助我们一起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曝光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也受到非常高人气的一个关注 那他后续所产生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效益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也带给基隆很大的一个帮助 以往就是说8月原本应该都会拖很久 他们三天前才会订房 但是因为这个活动 他们就提前两周就来订房 速度非常快 这也让我们觉得 这活动真的很明显 可以带动旅客的一个效益 那在住宿的还有营收的部分 都很明显 跟前几周比起来 有4%到5.5%的一个增加 所以这样自助餐下午茶 以及包厢的一个桌菜 他在两周前也却不如都订到客满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我们觉得很棒耶 19、20号的车流量相对于之前的对照组 大致上都是比较呈现减少的趋势 那我们推测这个原因有可能包含说 因为这个会场离大众运输场占比较近 所以大家都会多加的使用大众运输来前往 然后透过线上的一个即时监控 让我们的一个勤务的一个调度 能够更加的灵活运用 哪里有塞车 远景就到哪里去做一个指挥疏导 那影片的效益部分的话 超跑嘉年华的主新闻 破了15万人次来观看 那受众的部分 我们发现说除了基隆市的自己的本地的居民以外 还有发现这个外县市 新北市啊 或者桃园市 或者是台北台中 也非常关切这个基隆的 这个超跑嘉年华的活动 然后以这个男性的受众群 群比女性多 然后主要是这个青年族 就是35岁到44岁 所以他是具有消费能力的 这个民众为主 他其实他在网路上的声量部分的话呢 他Google的搜寻的声量是第三名 那另外的话也有在各的平台和网红的YouTube 持续的发酵 那此外的话呢 在电视这一个媒体露出部分的话 我们总计也有20则 另外报纸的部分 露出的部分也有18则 超跑嘉年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来这么高声量的一个媒体曝光 这个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部分 那也是因为很多民众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新闻的露出 而加上他们的印象想要来基隆的这个冲动 我觉得这是可以让我们去做借进 未来我们也会 针对这一方面也会来做后续的讨论跟规划 如果平日啊 或是说在淡季的时候 也能多多举办 那对我们在地的一些旅宿业 或是说所有的产业 应该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综合各项数据来看 基隆超跑嘉年华 在Google的搜寻趋势当天 进了前8名 显示基隆 因为超跑嘉年华的活动热度 成为当天的热门焦点 而且明显带动在地商业的活络 市府表示 这次经验将作为下次创新活动的修改意见 进行持续滚动式修正 让基隆越来越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